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云林县有一群热爱风筝的人们组成了云林县风筝委员会 透过成立委员会让更多人能体验放风筝的乐趣 风筝是一种比较开放就是在外面的一些活动 所以我时常想说独热都不是中热的 成立委员会我们可以办理一些演习的活动 委员会每年春秋都会举办风筝比赛 分为学生族与教师族 吸引爱好风筝的人们彼此切磋交流 并展现各自风筝的特色 因为有比赛啊 虽然没有什么 有时候没有奖金没有什么 但是最少会有奖状跟奖牌 然后就是大家共同的观望 为推广这项传统民俗运动 委员会教导教师风筝的制作及技巧 期盼能推广风筝的教学 学校里也成立风筝队 使学生对于风筝有更深入的了解 它跟数学跟自然领域还是有那么一点关系 比如说流动力学 或者是一个面积周长的一个控制跟计算 小朋友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 从做风筝到放风筝 当然有时候如果更高阶的话 就是让他们有这一个去对外比赛 获得成功的经验 其实我们觉得对小朋友的这个成长 应该是有所帮助的 委员会致力于推广与传承风筝这项民俗运动 期望让更多人能走出户外 体会放风筝的乐趣 苗栗县投乌乡的向山社区关怀祭典 透过一系列活泼的课程 鼓励长辈走出家中参与活动 也让长辈保持活力健康 走进苗栗县投乌乡向山社区 照顾关怀祭典 耳边传来一阵叮叮咚咚 带有杰作的悦耳声音 我们以前很爱老人 专心的在悄悄打打 动作整齐 神情专注哦 我们长津乐团的成立 希望长辈在超级中午时 手脑斜倒 达到延缓退化 一起过来 向山社区照顾关怀祭典 是苗栗县的第九十一个祭典 事业底捷牌以来 长辈们在据典内快乐地唱三歌 做运动 画画 动静课程都有 展现了朝气与活力 向山社区关怀祭典的老人 平均年龄八十岁以上 其中一对夫妇 每天迈着满山脚步 不管风吹一打 都会前往关怀祭典 夫妻携手相伴 令人感动 我们拍摄那个 马开祭典外 本来就光着滑花崩堂了 过来 在住宫又成功了 就是以后公议的 关怀祭典的设立 是鼓励长辈走出家门 踊跃参与 接受在地化的照顾服务 度过健康 愉快地晚年生活